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任时到结婚也有四五年了 除了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很喜欢黏着她 以前她还挺喜欢我黏着的 可现在她总是嫌我烦 而且现在脾气越来越大 想进各种招数处罚我 谈恋爱的时候她对我很好 但是结得婚后她变得越来越懒 也没有以前那么体贴 她经常背着我和其他女性的暧昧 曾经在我心中她是我的开心果 可现在以前那些开心和快乐都没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她现在对我也一点都不够浪漫 两个人的沟通也越来越少 我们才结婚两年就这样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吴先生27岁来自安徽公司支援 李女士29岁来自甘肃酒店前台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说你们从认识到结婚四五年了 是吧 对 怎么认识的呀 是微信附近人 我嫁了他 然后呢就 因为我比较喜欢爱聊天嘛 然后经常跟他聊天 聊了应该有半年吧 确认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呢一起跟我回了老家 在我们老家待了一年后 然后才结了婚 你们现在在哪儿生活和工作 现在工作生活都是在广东那边 在广东那边 对 怎么收拾你呀 小片里说收拾你 他现在跟以前就是变化很大 像以前吧就是脾气也没那么大 我哄一哄他还能接受 现在呢 因为我们俩上班时间是有一个时间差 我是白天上班 他是晚班比较多 然后一般家务都是我在做嘛 一开始的时候搞卫生呢 他回家会说 老公今天真棒什么的 现在呢就是什么呢 回家过后开始很严苛地去检查 一丁点不合格就要处罚 你是酒店前台是吧 对 前台不管查房吧 不管 但是前台前面的那些卫生都在我们管 所以回家也是按这个酒店标准来的是吧 也没有 之前的话他搞卫生什么之类的 他会很认真的去搞 现在的话他根本就不搞卫生 哎呀我晚上下了班之后还要陪他一块搞卫生 也就那么一两次没搞 而且呢你那个处罚方式 还有你那个检查方式 根本是没办法去理解 就是你知道吗 他那个检查方式 是按照上司检查下属的那种卫生 拿个手电筒往地上一照 如果有一层灰尘 或者是台面上有一根头发 那就算不合格 而且他的处罚方式呢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看到的 画二维码 画二维码 对手画二维码 而且还必须得扫得出来 就是微信仪扫能低一层 不低的话今天晚上你别想睡觉 画了很多次了 我还带了两张 就是意义最深刻的两张 这是画的吗 手工画的 确实是手绘 绘得不错啊 然后呢那个红色的 你稍等一下 我让他来验证一下 来来来来来来 能扫出来吗 就能扫到 怎么写着磕 什么字啊 一棵树的磕 是手绘的吗 是手绘的 让观众验证一下 扫出来了吗 能扫出来 能扫出来啊 是手绘的 因为可以看到那个边际上 就是有画出来的一个线 在家里也这么处罚男朋友 这是一套戏的人 如果发现了台面上 拿手电照过了有头发 就要会二维码 对 然后呢 它这个因为有两份嘛 为什么这两份印象比较深刻呢 有一张那个红色的 可那张是扫不出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画的 那是我第一次画的 因为很不合格吧 扫不出来 然后那天真的是 半宿没睡 怎么哄也哄不好 然后没办法了 当晚我就在沙发上面睡了一宿 然后呢 这是你独创的吗 手绘 对 我就是想给他一个教训 他每一次都不听 每一次都不去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好 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都是这样被检查的 我们都能做得到 你为什么就做不到 你们九点处罚人的方式也是守挥二维码是吗 没有 但是第二天回来重新反攻搞卫生 你让我第二天反攻也行啊 为什么要换二维码 就听明白了 我们愿意接受处罚 但是换一个方式啊 就基本上大半宿就睡不了觉是吧 对 这打草卫生的事我们听明白了 还有什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吗 还有就是 我们俩结婚现在还没有孩子嘛 然后就会养些小动物 有一次我接他下班回家 然后家里的狗 因为狗比较大嘛 然后就往我身上扑 扑了过我一下 我就不小心推了他一下 推了他一下 过我让他摔在地上了 摔在地上过我 然后他反手就给我一巴掌 那你养了那么久 你就不心疼吗 前面这样说 狗都看到我们很兴奋 所以就两个爪子就趴在他的肩膀上 他直接去推 直接那个脑袋就碰着光了一下 我想都没想那么多 我就给他一巴掌 那你不至于就动手吧 而且真的是 他就属于下意识的保护了狗狗 直接给我一巴掌 但谁的不是你啊 那是狗狗啊 不是 要狗狗把他扑出来了 你打狗了吗 不打 不打 狗狗是小孩 他是大人 小孩可以不懂事 是这逻辑吗 对 狗狗我舍不得打 那猫呢 家里的猫 他真的是犯了错了呀 我回家看到猫把垃圾桶啊 还有桌上的东西 全部翻得一地都是 我是不是生气 我生气了 是不是要教训他一下 然后你怎么说 就因为我打了两下猫 然后你真的是 几天不再理我的 那你不可能就是狗狗发错了 你也打 猫猫发错了 你也打 你就不能好好地给他说吗 你怎么让我好好说 是我能听得懂猫语 还是猫能听得懂我什么话呀 你让猫和狗话二维吗 毕竟就是自己咬的嘛 给他好好说啊 不一定非要去打他嘛 那我跟你道歉 我以后也不打他 那你我跟你道歉了 你为什么还死咬的不放 上班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反正一下能发好多信息 最后给我回了一句 你再给我发 我给你拉黑 你说让我怎么办 那本来就是我在上班 难道我就一天拿了手机 就在那里给我发信息 那我不工作了 你好歹给我点反应吧 我不怕你跟我吵 但是我就怕跟你说任何话 不理 一点都不理睬 而且现在我特别怕他生气 现在包括下雨 出门 我宁愿淋着雨 我都不敢打伞 为什么 因为我容易忘了拿东西 就是我拿个伞出去 可能就在那四 对对对 他很多东西就是 出门的时候带得好好的 回到家里面 他就自己就回来了 他出门的时候带着伞 回来的时候就淋着湿透地回来的 前面那几次 我可以跟你好好说 那你听过吗 所以说我后面 为了不让你生气 我不带伞了呀 我哪怕淋着雨 是不是 我不带了 我不会丢 不会丢你就不会生气了吧 重点在于是 在乎伞丢了 还是在乎他被雨淋了 重点就是在乎他被雨淋了 那后来他不带伞了 每次都淋回来 你还骂他吗 没有 那看来还是重点在伞吧 对吧 你这个事 没有 我是想着你让他带什么东西出去 都带不回来 万一他来 我跟他一挂出门 他把我给弄丢了 怎么可能吗 你一大活人 怎么能把你给弄丢了吗 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总爱挑我的刺 而且他现在变得也不像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了 你看我们俩现在就是结婚也快两年了 结婚后他根本就没有送过我什么任何礼物 反过来我还得给他发红包 老公节日快乐 结婚今天日快乐 我都是想送 他每天给我五十块钱零花钱 我哪还有多少闲钱去给你送礼物啊 那有时候还给一百了 一天花多少啊 吃饭 坐车 然后呢还有烟钱 就包括这五十块钱 那些日子啊 纪念日啊什么的 不是我不记得 我是没有办法去给他买什么礼物 我给他发个的红包 他老爸买一只花回来 我不像其他人一样 要一很大的一束 他给我买一只就好了 他连一只都给我没有买过 我没买 但是我拿了个红包的钱 我就买点菜啊什么的 在家里做个饭 然后等你下班回来 我们吃点饭啊什么的 那你每次都这个样子 所以他那个气点是不一样的 他是说我发给你红包 是专款专用 要买花的 这个理解是你看 咱们吃点饭更麻烦了 他现在根本就是 人家主都说我的错我的错 他之前的话还跟女性搞爱卖 你知道吗 有一次的时候是 那天我就是没事干 我拿着他手去玩 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器材 跟那些客服小姐姐都聊得很开心 跟别人分享 他平时就是去干了什么啊 或者煮了饭啊什么之类的 他都会跟别人去分享 这些东西都是你追我的时候 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分享的 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分享呢 这个我解释一下 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买了 它是售后嘛 因为我不会组装嘛 然后肯定要加他微信 教我一下怎么组装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做的工作呢是做服装的 经常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衣服呀 或什么的 他呢也从我这里买过几次 我觉得他是个潜在客户 然后我就觉得 跟他成为朋友 然后他以后呢 送我这里 给我匆匆业绩 对不对 那你这个就是为了业绩 那有一个呢 主持人你知道吗 有一次他回到家 他又饿了点外卖 他拿着我手机在点 我就拿着他手机在那里发 有个女的就给他发信息 在吗 我要圆途 但前面没有任何聊天记录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有个女的找你要圆途 是什么圆途 他说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拿着他手机 用微信问 我说要什么圆途 然后那女的就说 我要的圆途 难道你不知道吗 然后他就把手机抢过去 然后他就发了一段语音 我刚接完了 我老婆回到家 要什么圆途 然后那女的就说是 不好意思打扰了 那他们两个之前 肯定有聊过天了 不可能直接有要圆途的吗 就是聊天记录被删了 是这意思吧 对啊 但是他现在就死活不承认 他就是之前有那个聊天记录 真的没有聊天 我都不清楚 我也是问了他 我说要什么圆途 然后呢 他那边说你不知道就算了 然后呢 他那个时候已经在生气 然后我说这样吧 那我把它给删了行不 删了 拉黑了行不 然后呢 我就把它删了给拉黑了 然后当时呢 我聊我那个女老板 就是反正那个时候 就因为他在生气嘛 我说我手机里所有的女性 你看哪个不顺眼 我全部给删了 那你不要提你那女老板了 记得你这女老板 我更生气 她去那个公司上班没多久 她女老板白天打电话 那为了工作我可以理解 晚上大半夜的两点多 还给你打电话发微信 我是不是没有回过 半夜他打的电话 我是不是没有接过一个电话 就是因为我怕你想多 我都不接 最后他打电话给我老婆了 打到他手机上面了 因为之前吃饭也见过嘛 公司聚餐什么的 然后打给他了 就是因为他喝多了 想让他去接一下 那他还不是想让你去接他 但是我不是 难道他就没有其他的朋友吗 所以说我就是怕你误会 我压根电话都不接 我第二天可以跟我们老板说 昨晚睡着了 或什么什么情况下 那你不接电话 我肯定觉得你心里面更有鬼 那我接也不是 我不接也不是了 我也就 反正就是有问题 还有什么吗 他女老板这个还没说完 我们去接了 还没完呢 对 接完回来之后 我们两个就把他送到家 送完之后他躺在床上 就盯着他给我说了一些话 他说要不你就跟他霓虹吧 你看他长得又丑又黑 要不我给你找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 他是盯着我老公 给我说的这些话 那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那他不喝多了 我怎么知道他说了什么呢 你不要做老板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他说出来的 我哪知道是什么情况下 现在还给你老板干吗 现在我早就不干了 那个也删了也拉黑了 他现在呢 就是一直都这个样子 我现在的话就是想回家 他现在就是不愿意 回哪个家 回他家 回安徽老家是吧 对 他现在的话就不愿意 一直很自私的 只想着他自己 就是发展什么之类的 在这边因为工作什么的都稳定了 你呢也马上要升职 对不对 在这里拼搏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现在稍微平稳了 然后呢生活也比较稳定了 然后你说要回老家 回老家什么都得重新开始 你不觉得这么回去了很可惜吗 有什么可惜呢 咱们可以排在母亲身边啊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回去呢 因为他爸爸不是去世了吗 家里面就只剩下他妈妈一个人 所以我就想着就是我们回去 也可以陪陪老人 但我为他做了这么多 连我升职的机会我都不要了 我都愿意陪你回老家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回去呢 我也是因为家里父亲去世了 家里所有的担子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也是想闯一下 能让自己担起这个家而已 我只是为了这么一点 我问一句 就除了想回家照顾老人之外 还有没有另外的考虑 比如说花花世界诱惑很多 可能回了老家就好一些 有这个考虑吗 就像之前的话 就是我们两个人 就是一直都没吵过架什么之类的 结了婚之后去广州 来了之后就经常地吵架 而且现在的矛盾越来越大 我们两个人才结婚不到两年 现在就已经这个样子 那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过呢 你不觉得你现在脾气也变了好多吗 自从来到广州过后 一丁点小事 你都会把它给无限放大 而且呢最主要的是 不要那么冷漠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失业了 本来就难受嘛 然后我跟他说 老婆我失业了 他拿着个手机 他就说 然后呢 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回 本来心里就难受 然后呢我说那老婆抱一下行不行 他说好 那我不是抱了吗 你是怎么抱的 手机拿着过后 反过来 这么拿着过后 对 我是抱的了 你手机还是拿着在那里看 你知道的 我不会安慰人 但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还不会给你发那条信息 我老公没事 我的工作我还可以养得起你 你可以好好地调整一段时间 再找其他的工作 那我不是也安慰你了吗 我问一句啊 没记错的话 你们婚后一年生活在他的安徽老家 是吧 对 那段日子在你的记忆当中是非常美好的 是吧 虽然说是我们没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啊 但我们俩过得很踏实 很幸福的 所以你是觉得说回到了家乡这一切都会改变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会回到原来是吧 对 男生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想法就是在拼一段时间 让自己手里有点积蓄 回去过后了 哪怕做点小生意什么都可以 这次是谁想来这个节目的 其实我们俩都想来 都想来 对 目的是找到曾经的那段爱和感受 是吧 对 也不想就是经常这样吵下去 我怕就是吵着吵着 两个人就这样散了 好了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被你们一开始那个二维码差点带跑偏了 你二维码还挺搞笑的 后来发现有问题啊 问题和女生想的其实有点像 是男生确实是变了 对 那为什么变了呢 我给你们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你们两个人 以前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情感模式 就相处模式你们是稳定的 在以前来广州之前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稳定的情感相处模式 不一定是健康的 比如说某一个男生 他对这个女生默不关心 然后那个对他也不是很好 但这个女生呢 就死活都离不开他 他不健康这种情感模式 但他很稳定 你们以前也是这样 就他给你权利 你可以肆无忌惮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 他有一些不愿意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人是一定会变的 你以为他在小地方 他就不会变吗 一定会变的 因为人生是动态的 你刚才说我们结婚才两年 就变成这样 以后日子怎么能过下去 我倒觉得你们以后日子 一定能过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也在变化 未来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我给你最大的建议是什么 把自我的情绪和家庭的方向 融为一体 真正地去关注家庭的方向 就好像你跟他说话的方式一样 我都愿意回老家 你为什么不愿意 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了解他 你也没有试图去了解他 他为什么不愿意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 按你的话说 你跟他结婚两年了 你为什么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愿意 凭什么因为你愿意 所以他必须要愿意 他不愿意 一定有他的报复 有他的梦想 你的不安全感 来自于你自己的情绪 记住一句话 安全感 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强大 内心的自信 和对于整个家庭的掌控 而不在于他做什么 否则他就算 画一千张二维码 也带不给你安全感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其实我还真的觉得 你们的婚姻 是有挺大的问题的 就女生从头到尾 所有的讲述 给我一个感觉 冷 你看那个二维码 多冰冷啊 我倒宁可说 你惩罚他的方式是说 你带狗狗出去 跑三圈步之类的 很冷 其实靠收敛感情 或者是冷漠处理 不能够让你掌控 这段感情 我们如果说 在一段感情当中 能够不是被动 是主动地去拥有 或者是推进 一定是我们敞开内心的 所以你要想想 既然我们选择了 这段婚姻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 转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我希望你能够暖起来 而男士其实你的问题 也挺大的 你在整个的讲述中 就是一个字 灶 特别的毛躁 作为一个家庭中的 男主人 你想让他有安稳的感受 想让他给你温度 你得自己先立起来啊 你说你因为老丢伞 所以宁可我去淋着雨 这多像三岁小孩的行为 怕妈妈骂说 哎呀你又把伞丢了 好吧那我去淋着呗 一个成熟的男人 一个能给女人安全感的男人 不是这样做事 你什么时候把你的毛毛躁躁 这种不安稳的状态改变了 其实真的是能让他 暖起来的机会 我倒是希望给男生一个建议啊 以后对你的妻子 不要总用那种 黏着他求关注的方式 你越这样 他越打不开心扉 等你真的成为他的依靠 他有心事想跟你说 他有要求会跟你提 他愿意你帮助他完成 他完成不了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心才 真正粘在一起 成长是每个人必须之路啊 我希望你们能够携起手来 一起成长 真正形成一个 幸福的安稳的小家庭 祝福你们 谢谢 其实呢 结婚之后 夫妻之间啊 嗯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还能够 啊 你怎么能够 再次 也没再想 一边 所以 玩 细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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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